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严哥的游戏频道 今天呢,就来讲一下我现在这个队伍的编程情况吧 对吧,然后昨天,前天刚抽到的真落 真落还是回血挺好的 然后是张角和下火焰 张角放在大营主要做一个输出 然后他两个技能,一个选了洛雷 洛雷可以敌方一回合混乱,那还挺好的 魔攻的话就没什么说的,就稍微增加一点输出而已 张角的输出还是可以的 然后夏侯渊的话,夏侯渊的话他主要的话是魏琪 曹操啊,寻优啊,郭佳放在一起 但现在我没有这些武将的话呢 就先暂时把它放在前位 他防御也挺高的,136 暂时做一下肉盾 然后在他的这个输出的话 一般不被封的话还是挺高的 然后第二个技能是做一个连战 嗯,两回合,攻击两回合 对,看一下他最近打的六级地 六级地的话没有打过 嗯,这个没有打过 对方可能冰还是太多了点吧 我是放了两个部队进去 我是放了两个部队过去打 也没有打过 这挺尴尬的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首先是落水加人 对吧 然后对面等于说是多了一倍的部队 多了一倍的部队的话 确实是有点难打 嗯,对 对 看上来对方就一个技能 一个技能 一个技能甩上了 登落的这个回血还是可以的 找张角的话做一个输出 太慢了,加一下输出 嗯,整体来说的话 整体来说的话还是 边力还是相差太多 然后张角的输出 整体来说上还是等级可能也不太够吧 所以最后我是打掉了他多少 等于是打掉了对方一万多 是自己还剩下两千多 那张角升级 嗯,然后这里的话是两千多 对方还剩下八千 等于说六级地有两个两万多的部队 那现在是不行 完全不行 我第二个部队的话是祝荣夫人大桥离辱 对,主要是一个四星加一个祝荣夫人 那等级上也不够 最好蒸一下冰吧 好吧,还蒸五小时 嗯,今天就看一下这个我的一个部队 那下次有空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订阅频道 谢谢大家